在历史的长河中 梦想是刀光是火把 引领着人类战胜艰难困苦和痛楚疲惫 梦想像种子带着欢乐和躁动 伸出地面寻找阳光 梦想成就着人类文明的不同程度 不同方式 它述说着个人对他人 对环境对世界对未来的理解与融合 我想成为一名画家 用我自己画画描绘出美好的世界 长大以后我想当你的女孩 登上飞船 飞翔鸡 想做一名老师 我也想做一名老师 我长大了要上美国留学 要学美国画 我长大了要上美国留学 我长大了要上美国留学 我想当画画家 当心心的孩子们大声说出自己的理想时 我们为他们鼓掌喝彩 因为他们沐浴着现代教育 视野已经投放到了封闭落后的山乡之外 融入了高科技多元文化的元素 甚至跳出了国界 走向世界 走向未来 伟大的教育家陶行之先生说 千教万教 教人求真 千学万学 学做真人 在心心孩子们稚嫩的梦想宣言中 更令人欣喜的是 孩子们因心心而激起的心灵回荡与共鸣 我想当女女老师 我想过一年女生 老师们 同学们以后也成为一年女生的老师 我想开一级年会 特别困难期的学生们 我要为祖国做冒险 也要为祖国做冒险 长大以后 我想考一个好的大学 找一个好工作 去回报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 这是心心的精神 用感恩的生活态度 感知身边的美好 传扬这种美意 帮助只是举手之劳 而感恩是永无止境的人人相传 是世界和平凝聚和谐发展的一根线索 我是从安徽省当图县胡阳乡大型心心小学毕业的 我也是很幸运的是受资助的一员 有可能就是能加入这样的义工团队 我觉得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事 就加入新兴团队 可能我现在力量很小 但是这也是我想传承这样一份关爱 一份爱心 就是责任心 将自己所受到的鼓舞 传递给更多的人需要帮助的人 理想是嫩芽 思想才是根基 新兴孩子们建立在感恩和回馈社会精神上的梦想 是新兴志愿者努力付出的最大慰藉 它必将推动现代文明 人类思想关系的进步 祝新兴的孩子们 梦想成真 祝所有人的梦想 都能实现